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协助建设家庭式急救中心 这名雅兹的女子回忆当初与孩子 从圣战分子前逃跑并表示 我们受了很多苦 持续四天 行走在沙漠里 并且只能往上走 因为害怕他们将开墙 五年前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杀手们 在几日内杀害了数千人 成功逃走的人士成为了无家可归者 目前人生活在难民营中 政府在松亚里救助羡慕框架下 为雅兹的少数民族留在当地 并房价提供了联谊福林 资金的大部分在普世援助组织的管理下使用 该款项将用于库尔院和住宅楼的建设 并且还将翻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的 科宏科室的难民营 阿兹白亿特利·撒探强调 需要在问题出现的地方提供帮助 他们不能依靠任何人的帮助 只有松亚里政府和松亚里救援计划 政府除了帮助伊拉克雅兹的民主以外 还帮助乌克兰内战的受难者 松亚里救援管理局与普世组织 将共同在赫尔松协助建立家庭新的紧急中心 松亚里救援组织自2017年 向那些因为信仰而被迫害的国家开启任务 松亚里政府至目前已帮助5万人留在 或者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业人数持续继续增长 5月和6月份之间超过440万人在工作岗位上 松亚里从未有这么多人工作 失灵劳动力中70%以上拥有工作 越来越多的人在私营企业中就职 在这家布达佩斯的工厂中 一个独特的实验机器检查设备的运营 通过该设备可以快速和准确地确诊许多病症 该设备在这里被研发 并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中使用 通过不断创新和开发新的设备 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开发商 但在一个产品投入到市场时 我们还需要建立新的生产线 为此我们需要新的劳动力 该公司努力为就业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工资 使得在几年内公司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一倍 不仅在他们这里全国各地的就业人数都在提高 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事实 自正体改变松亚力的就业人数从未如此高 财政部部长在艾米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 过去一年在欧盟内 松亚力是就业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部长还表示在就业人数提高的同时 很多地方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劳动力 我们向两个方向做出措施 首先调整专业和成人培训体系 推动劳动力市场向更合适本国经济的条件发展 该措施的积极成果已经出现 简单说在松亚力有专业资格的人士 都可以找到就业岗位 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第二点 不能让任何一项投资项目 因为没有足够的适合的劳动力而被迫流长 因此在那些劳动力市场上 没有足够的就业人选的专业行业中 我们以临时的外国劳动力来保障 根据调查松亚力还拥有至少50万的不活跃劳动力 政府也希望将他们吸引入经济中 以此启动了新的向周级扩展的帮助就业项目 其重点是由劳动事务局 为公司寻找并提供工作的人 地球上的人口正在急速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所能管理的水量 仍是地球形成以来就有的 布达佩斯第三届世界水峰会的组织者 提醒人们对此关注 该峰会将于10月中旬在首都举办 总统阿尔戴亚诺什是此次会议的代言人 今年的主题将是预防全球水危机 以及探讨适应其影响的可能性 组织者提醒注意 当前水危机不仅仅影响遥远的发展中国家 而是在所有国家都以某种形式出现 运动 旋转 飞舞的肢体画面 将迎接那些参观曼克画廊的人 这里展出的是当代摄影师的精选作品 所有图像都集中在运动上 将当代舞蹈艺术创作永恒的定格 以舞者为题的展览将持续至9月25日 名为音乐收割的艺术节将于一周后开始 此次民间音乐将成为佩琪音乐节的焦点 连续四天接到广场上 以及佩琪红衣主教堂内都将行绕着音乐 除了音乐会以外 还有展览 电影 俱乐部和意外的惊喜 等待着9月5日前来佩琪的游客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